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放紀律部隊的最新民望 警隊跌至1997年7月以來的新低 港大上星期二至星期五 秋仰訪問大約1,000個市民 對警隊的平均評分是61分 較6月底的調查下跌了1.3分 而不滿意警隊表現較上次增加了8個百分點 令警隊的滿意率淨值 跌至只有29% 是1997年7月以來的新低 在紀律部隊當中 消防署的民望排首位 平均評分達到80.2分 其餘依次是入境處、海關、民安隊及警隊 其餘的紀律部隊包括懲教署、廉署 醫療輔助隊及飛行服務隊 由於在提名階段已經被剔除 或認知率太低而未有排名 至於駐港解放軍 被訪者的平均評分是63.1分 較上次調查輕微上升 滿意率淨值35%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廷堯 分析說警隊民望跌至力來身低 明顯是因為近期的佔領行動 已經將警察變成政治磨心 要克服困難 警隊要加強執勤的專業 和對社會的關愛 不要靠攏政治勢力 不用旁邊左道 讓政治問題以政治解決